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 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 在中国农村是历史悠久 流传很广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名下回乡剪纸 是回租本土文化和传统手工艺相结合的产物 它融会了北方剪纸的苍劲大气 粗犷深厚和南方剪纸的仙巧秀丽 形成了一种刚柔并济 古朴优雅的独特气质 一到当地 我们的记者就被这种传统手工艺 深深地吸引住了 亚历山大呀 虽然都是学员们 但是她的个个都剪得非常棒 不分伯众 但是我认为今天这个小型的剪纸大赛的优胜者 应该是我 本来我想剪一个瘦子 助瘦的瘦 不知道怎么打开以后变成肥了 忘了跟各位介绍一下了 我们今天这个小型大赛的组织者 李健 你好 你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李健 宁夏回族自治区回乡剪纸第四代传人 拥有六年创业经历 眼前这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女孩子 如今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她创办的公司 仅凭小小的剪纸 一年的营业额就将近五百万 这还不算 林桥这些奖杯奖牌 还有这些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 那可都是李健的得意之作 像我们西海故地区 它形成了特别好的传统 比如像哄丧嫁娶呀 还有办喜事呀 或者送给秦郎的这种 像斜垫呀窗花呀背面呀这些 所以不断地流传了下来 你可能就觉得奇怪了 要说这个剪纸 只有奶奶妈妈那辈的人才会热衷于此 这李健可是一个地道的八零后 出生于1985年的他 又怎么会与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 结下不解之缘呢 我的名字叫李健 以前是剪刀的剪 也许母亲就想着 让我把他这份事业给他传承下来 李健之所以热衷于此 还是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有关 李健的妈妈福兆娥 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 省级回乡剪纸第三代传人 出生在海原的福兆娥 自小就是个巧手姑娘 高考落榜后 福兆娥开了一个小饭馆 在1983年的全国农民画展上 福兆娥以自己的小饭馆为蓝本 剪出的饭馆春风 获得了三等奖 这让福兆娥变得更加自信 这几年福兆娥的剪纸名气 越来越大 她也日渐成了当地有名的 西北第一剪 六岁就拿着剪刀就玩 七岁八岁就给人家能剪窗花了 我妈说就一把剪刀就藏不掉 藏到哪就找到哪 这个咱们这个剪纸 它有什么那个基本的那些技巧 有 就是万剪不断 熟密结合 中国的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称性 你看我剪的是两个羊是对称的 就您现在在剪一只羊 待会它就变成两只 对呀 打开就成两只了 而且我看的是有一点这个 车目结舌 因为它是拿剪刀 然后就像其他的画家 那个手里的那个毛笔一样 啪啪啪就出来了 看得非常惊奇 我能再给你增加个难度吗 可以的 你可以剪人物是吧 可以可以 你能帮我剪一下吗 可以 你长得帅我给剪得更帅 寥寥极简 就把一个人活灵活性的刻法出来了 真的是佩服 林乔 也许这就是记忆传承独特的魅力所在 就是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环境熏陶 使得李健从小就对妈妈的剪纸非常痴迷 小时候他每天晚上都要坚持剪一副剪纸 那时候我们都会围着他剪 慢慢的我们都能剪出来一些花花娘娘啊 这些东西 都说母女怜心 李健是家里的老二 从小就表现出了对剪纸的浓厚兴趣 妈妈是当时村里有名的剪纸高手 左邻右舍 谁家要剪纸都去找他 这一来二去 小李健开始觉得 原来这小小的剪纸还能给家里带来财富呢 他小小的时候就 人来了我不在的话 我比如说出去了 人来了他就招呼 我说欢迎光临 这是我妈妈的剪纸 你看你说什么的 我给你带上一个 你们家里小孩也给你带上一个 他可会说着呢 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已经供不上市场了 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回来的话 第一件事都是剪纸 如果说少年的李健也许还只是因为一时的热情 对剪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0年的一场变故则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用李健自己的话说 打那儿以后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家里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变故 都变得很懂事了 因为我们当时看到了母亲的伤心 李健家里有四个孩子 弟弟是唯一的男孩 然而就在弟弟12岁那年 一场无情的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 同时也给这个原本快乐的家庭 带来了无限的悲伤 小弟出事了之后呢 对全家人打击特别大 尤其是我妈妈 她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 但是她那时候对她打击特别大 弟弟的离开让母亲非常自责 整日忙于工作的母亲 把弟弟的离去都归结于自己的忙碌和疏忽 这个要强的女人 正在默默承受着人生中最大的悲痛 看着母亲日渐憔悴的身影 李健在心里给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 立下一个志向吧 就开始一定要把母亲这个事业传承下来 2005年李健考上了大学 青春四亿的日子里 李健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在学校的日子总是浪漫而美好的 但是当这两个年轻人面临毕业 面临人生的规划之时 他们又会怎样选择呢 但是我们当时也有一个约定 就是说是我现在在那边工作 她还想考研 就是说是考那个厦门大学嘛 厦门和全都已经挺近的 结果呢当时没有考上就立马回来 我想着用实践中来获得吧 母亲她是一个艺术家 她这个人有自身的一些闪光点和执着点 但是她同时做不了销售 做不了市场 2009年李健回到银川 从妈妈那里借来了三万块钱 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开始了只身一人 闯天下的创业之路 谁知租了房子就已经花得精光 为了继续维持公司的运转 她有四处找来五万元的贷款 但是半年过去了 李健一张单子也没有接到 经常打电话 就说是她这边可能也是过不去 看看我能不能过来 本来没有动摇过这样的信心 因为我这个可能潜移默化吧 她在我心里应该算生了羹一样的吧 我想着一定要把这个民俗文化做起来 都说万事开头难 一个女孩子想要闯出一片天空 那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当中有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困难需要她去面对 对于单打独斗的李健来说 这更加是难上加难 就这样 郭海被李健的执着打动了 很显然 在事业与爱情的较量之中 郭海选择了爱情 私情讲后 他带着自己半年多积攒下来的五万块钱 来到了云川 看到简直这个作品 其实我既是既熟悉又陌生 因为我是从小就生在西安 从小一见的简直比较多 但是猛然的让我们把这个简直 怎么去当成一个产品 去推销给消费者 还是比较陌生的 男朋友的选择对于此时的李健来说 无疑就是最大的精神支持 李健觉得只要郭海赛 再难的坎也能过去 就这样到了2010年临近过年的时候 他们终于接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笔订单 有个单位他就要个2000张的贺卡 当时他要贺卡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设备各方面都不完善 因为这个简直贺卡我们是第一年做 它其中有一些设计的环节 还要去和印刷厂协调 协调完了以后回来还要装简直 因为是第一年做 好多环节可能衔接的不是很好 李健觉得能接到这样一笔单子已经不容易 再难也要努力完成 没有工人 李健就号召全家上阵 自己和妈妈负责简直 爸爸负责装贺卡 就这样一家人忙活了四天才完成了贺卡的简直部分 虽说看上去几分钟就能完成的作品 那是要经过很多年的修炼 才能达到新手合一出神入化的境界 那个时候李健和妈妈为了这2000张贺卡 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工作 但是产品做出来了 客户又有了新的要求 我们把贺卡做好了之后 给人单位的时候 单位说 哎呀这样不行啊 我们这2000张贺卡 我们要写写到什么时候呀 你们帮我写好 冲天嘛 我们俩就坐着车去印刷厂 把那就是几千份贺卡 就拿到公司来 那好因为第一笔订单嘛 我们就给它写下来了 客户就打电话说 来不及了 可能临时有变故 第二天就要要 哎呦我记得当时写了一页的时间 就是因为它每一个新封的地址都不一样嘛 我们两个就开始写 写了一晚上 最后才把那个新封给人写好 好不容易完成了这第一笔订单 两个年轻人基本上已经快累断了气 第二更重要的是 这个时候的李健已经发现了问题 大家对减脂本身的接受度并不高 因为它呢 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而且对我们来说 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而且对他们给送到他们手里 他们觉得我掏不了多少钱 我就可以卖过来 李健算了一笔账 这一年辛苦下来 他赚了才不到一万块钱 这让他清楚地认识到 传统的减脂市场就这么大 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 可是既然如此 开工没有回头建 他只能一步步地往前走 可是怎么走呢 人们都说路就在脚下 看你怎么选择 聪明的李健会想出什么好办法呢 大学毕业后的李健选择回到家乡 在他看来 家乡的减脂有着无限的商计 只要自己用心研究 一定能够找到适合的方式 将这个事业做大做强 但是初出茅庐的他 在接到第一笔订单之后 沮丧地发现 传统减脂的市场空间 实在是太有限了 我觉得这个市场 因为我毕竟跟母亲不一样 他面对的是游客 他这种消费模式 和我的消费模式 有很大的区别 我必须要面对一些老顾客 和一些长期喜欢我 并且接纳我的这种东西的顾客 顾客不买账 公司的运转难以维持 那段时间 李健的压力特别大 他知道坐以待毙不是办法 自己只有走出去 才能找到生存之道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 爱懂脑筋的李健 又有了新的主意 我就又想到了杭州那些 他不是有刺绣吗 那些地方的刺绣 他可以做成这种 非常高端的艺术品 那我想看看 人家是如何来经营的 所以我回过海就去了那边 到了杭州 李健这才意识到 自己以前的产品 实在太落伍了 其实外面的手工艺品市场 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 要想做出新鲜的产品 必须有创新 因为我看到人丝绸 像杭州那种丝绸 它上面印的是画 眼前的景象 让李健灵机一动 为何不能尝试 把剪纸图案 也放在丝绸上 做成便于携带的艺术品呢 想法一出 李健顿时赶到 找到了灵丹妙药 买了有个四五千块钱的 原材料回来了 回到银川 李健顾不上喘气 一头扎进屋子里 研究起这个新设计来 我们的条幅 它有中国 中国以前装表记忆 它有一些系列的 这样的记忆 当时我回来 我又得重新学习 我又在装表店里 把它学习了一下 中国画到底要如何来表 那时候我就开始 把中国画换成丝绸 它整个要36道工序 整个把剪纸夹到里面 所以尤其是装表 学会了之后 尤其剪纸要如何装 知道没有一个先例 就谁也没有这么做过 来来回回十几天的实验 李健终于找到了 可以让剪纸图案 与丝绸完美结合的好办法 由于这是人家的商业秘密 我们的记者 也只能从中打探一二 李健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这是 他这是在剃胶 主要是最后 要做出来一副成品 这就是做一个条幅是吧 是 我们这个桥幅呀 它做出来需要36道工序的 我们还要给它上胶 上胶 它要经过上胶脱胶 最后要经过定位 最后再要经过加热 整个把它出来 这样一副成品才能够出来 像这个样子 新产品设计出来了 按理说 李健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他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这又是为什么呢 拿着产品 每次都是出去去找客户 就去办访一些领导呀 或者是办访一些企业 那时候好多人 他都不是非常待见 原来那些在李健看来的潜在客户 都觉得这个创意 虽然看上去还不错 但是图案却太老套了 这样的产品谁会喜欢呢 他就会追求一些时尚元素 追求一些地方特色的 一种新的感官点 看着自己做出来 却卖不出去的剪纸产品 李健终于意识到 自己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剪纸图案的设计 本以为是非常完美的设计 却得不到客户的认可 这让李健非常的苦恼 可是更让他头疼的是妈妈的固执 这是两代人在观念上的差距 可是毕竟这边是自己的妈妈 而且老人家呢 在这个剪纸行业里边呢 是属于德高望重的专家级的人物 要想让他改变思路 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呢比较是坚守这个传统 坚守这个老一辈的这一种这个想法 但现在年轻人他要的是卡通型的呢 有激情的呢 还有这个爱情方面的这些东西 我母亲她是一个很性子很值的人 经常跟我急 这不经常是为了一个订单的修改 李健和妈妈就闹起了意见 以前有一个单位啊 他需要一个就像种树吧 我让母亲来创作 就是母亲可能会剪一个非常大的场面 就比如他想要一个人在那种树 旁边的一个人如何来做这个互动 让感觉出来这种感情上的表达 我妈妈就非常生气 她就开始骂我 她说你这个 你这个艺术怎么能这样子呢 你这我的东西你不要给我改 减脂这个东西剪出来了 那就无法再改了 那从非要重剪 从要来从头开始 您看这母女俩为了一幅作品 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虽说意见不统一 但是俗话都说母女怜心 看着女儿为了事业努力拼搏的辛苦和付出 当母亲的其实早就败下阵来 要说这个李健的确是个要强的性格 在他看来 自己坚持的方向并没有错 只要找准了产品与市场的契合点 改良了图案 增强了时尚与现代感 就不愁没有市场 第一笔订单是个学校 他们是校庆 那时候是虎年我还清楚的记得 他们要捡一些二十个老虎 当时我就是第一次把这个剪纸表 到这个丝绸条幅上 让他们去拿校庆 但那时候他们就觉得 这个产品特别好 他们领导非常满意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市场可能找到了 当时可能有个八千多块钱 那时候算起来 也是一笔很好的收入了 随着新产品逐渐被市场所认可 李健又开始和妈妈一起研究出 不少集聚当地回乡风情的民俗剪纸产品 带着新产品 李健开始寻找新的发展途径 在他眼里 还有一个更好更有效的途径 来宣传自己的产品 那就是参加展会 我觉得最早一次参加中央露台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有个一万七千块钱一个展位 那时候对我们俩来说经济压力特别大 基本上有好多人 姐姐就认识了 他们就能看到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当时想的是只要她来看了 那我们回去立马就拜访她 就这样 李健带着自己的产品 一步一步敲开了市场的大门 到了2010年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了解 并且接受了李健的回乡剪纸产品 她的订单慢慢多了起来 我妈妈参加上海市博会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她的亲密商和图吧 好像已经买了16万块钱 那会儿我们认识的人特别多 因为她仍山仍海的 随着福兆额剪纸的名气不断扩大 李健的订单纷至踏来 到了2011年 公司总销售额就达到了370万元 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就算妈妈每天不停地捡 也还是跟不上市场的需求 我们名下的回族妇女 她有个特点 她就是她不主张出去打工 而且她又有自己的孩子 又有老人 又有地要重 所以我们就想的是 先培训几个 把这些妇女培训出来 为了保证剪纸艺术品的原汁原味 李健开始频繁与当地那些心灵手巧的妇女 去切磋剪纸记忆 她开始为自己寻找更多的剪纸人才 不仅如此 她还与自治区妇联合作 成立名下妇女手工制品协会 和母亲先后开办30多期 手工制品培训班 我们一直到现在 大概已经培训了1500到2000人 2000的这样的妇女了 但是大概能够 最后能够出来的 大概也就100多个 能够做得特别精的 就有30来个妇女 但是还是市场决定的是 她们的出路 就是我们现在市场 在不断地扩大 她们人缘也会不断地扩大 我觉得有了这个输入之后 我可以给家里那个 不切家用 可以给孩子买啥 给家里买些东西之类的 还可以自己想买啥就买啥 反正我挺高兴 这些都是你收来的 这个作品是吧 是 那你是按什么标准 来定它的好坏啊 怎么收 你像这个像老鼠啊 老虎啊 十二生肖类的 它特别小 这个呢 它基本上两个小时就能做出来 所以这个是30块钱一刀 我们所称的刀就是10张 这个就更大一些了 你看像这个白符 特别难 它每一刀都特别难 所以这个呢 大概能做个两天的时间了 这样下来就是100到150块钱之间 不同的那个粗细程度 还有就像更大的了 像这个 比如说这个我们以下的风情这样一个 这个基本上要做四五天时间的 这个就是从天数来算 从哪一程度 一天大概就是100块钱的工费左右 2013年 银川市举行中阿博览会 李建的团队专门针对阿拉伯客人 研发出特色阿文回香剪纸产品 丝绸配上阿文剪纸祝福和回香特色的修饰 既有中国特色又充满了抑郁风情 大受阿拉伯客人好评 此时的李建已经悄悄扣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当大家生活水平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可能最传统的东西可能会拿出来成为最时尚的东西 我相信它有这样的一个潜力 李建 你对这个公司的收入怎么样运营 去年大概也就480多万 也不到500万吧 500万是指整个的那个收入 对 整个的营业收入 你要抛弃掉你的成本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在宁夏刚开始 它的产业链条都对我们自己来做 你想要不要有不同的人工房租 各个环节都对我们自己来做 所以它也属于一个微利用的行业 大概一年下来吧 那个利用也就七八十万 而且要用用做到第二年的发展之中 如今的李建已经做了母亲 初为人母的她 对于自己的事业又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在她眼里 回乡剪指这份事业 就像自己的另一个孩子一样 她要好好守护这个孩子 直到看着她长成参天大树 枝繁叶茂 初步定了一个五年的计划 就是我们想五年之后呢 能够建成这样的一个 非遗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跟李建接触了这几天 印象非常深刻 她是一个活泼开朗 敢想敢干的女孩子 很多的年轻人呢 喜欢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她却留在银川 不离乡不离土 跟周围的父老乡亲一起 把传统的剪指手工艺 做出了新的精彩 我们也祝愿她以后的事业 能够更加的红红火火 创业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韩东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